看到這個大陸東北冰天雪地 我就在想說 台灣這兩天只是低溫特報 下探10度 而且今天事實上還不到10度 我就已經冷到受不了了 實在很難想像 東北這種冰天雪地的生活 到底要怎麼過 不過其實先不管東北 我們就已經很冷了 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氣象局在昨天發了 今年冬天以來的 第一個低溫特報了 目前當然是還沒有出現 它預測可能出現的10度低溫 不過今天夜裡的 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還有更強的冷空氣 所以說不定還會更冷 你一定要先有心理準備 總之就以10度來做準備就對了 今天早上最低的溫度 是出現在比較北邊的地方 宜蘭今天早上最低12.3度 淡水12.7度 不過事實上 就體感溫度來講 可能淡水就升降9度左右 所以那個冷的感覺 是滿明顯的 不過還好是比較乾了 所以相對來講 舒適度是比較好一點的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衛星雲圖了 說到乾了 你就會看到 好久沒有看到的雲圖 台灣的上空晴朗無雲 幾乎是完全沒有水漆的 所以今天全台各地 都可以看到太陽了 是一個好消息 不過請注意 這個太陽是平冷的 所以說你剛好曬到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還算滿溫暖 滿舒適的 但是只要你離開太陽 就太陽曬不到你的地方 或是今天傍晚 太陽一下閃 那個溫度立刻就會降得很快 冷的感覺就會很明顯了 所以該帶保暖的衣物 還是要記得帶 特別是今天夜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那個輻射冷卻效應特別強的時候 那種破曉前後的低溫 特別的留意 而另外還有一個消息 你知道嗎 我們這邊冷的半死 在菲律賓又有颱風形成了 今年第27號颱風 名字叫做天秤 不過這天秤颱風 跟前面那個啟德颱風 走的是差不多的路徑 所以是不影響台灣的 我們只要擔心我們北邊的 這個強烈大陸冷氣團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看 氣溫軍事的部分了 今明兩天還是冷 北部低溫是23度 高溫卻有20 22度 所以日夜溫差在北部地區 也開始出現了 要多加留意 星期六 如果你有什麼計畫的話 趕快把握 因為星期六看起來 是這個星期天氣最好的一天 北部地區都還可以有23度的溫度 各地也都不會下雨 但是星期天又要變天了 星期天恐怕會有下一波的冷氣團 目前看起來這波冷空氣 就是接近冷氣團了 我們就先說 它是有接近冷氣團的一個情況會影響 所以在下個星期三之前 又是冷嗖嗖 而且北部可能 還會有些下雨的狀況 出現天氣又不好了 好 那中南部 特別提醒了這兩個數字了 10 10 10 十度 十度 在今天到明天 夜間清晨這段時間 中南部特別注意這個超級低溫 當然還有就是日夜溫差的部分 在中南部有的地方 都會拉到11 12度左右 你一定要留意氣溫的變化 好 今天各地的溫度預測 一起來看看 今天你看北部是11到20度 其實也是有溫差的 中部帶10到22度 所以這溫差就更大了 南部12到24度 都差在12度左右 但是各地的降雨機率都是0 這個數字我實在太喜歡了 難得不下雨好好享受一下 連整個東半部地區 今天的降雨機率都掉到10%左右 其實雨區都不太需要帶 不過就是要注意的是那個溫度 日夜之間的變化 最後空氣品質的部分 帶大家來看囉 好 你看現在來講 境外的污染物下來之後 金門媽祖地方 出現了橘色的 橘色的橘色的指標 比較不好 在中南部的地方 現在南部的雲家南跟高屏 也開始是屬於比較普通的情況 但是就南部來講 普通的樹脂已經算滿感動的了 因為南部常常都是紅色橘色 今天提醒大家 南部的空氣品質還是不好 明後兩天甚至會更糟糕 所以過敏的觀眾朋友持續要特別留意 然後口罩還是要記得帶啦 以上就這集最新的天氣訊息 把時間交換給吉成